大家好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样用这个Add-on 这个Add-on叫做Creator Studio 这是用在PowerPoint或Slide上面的一个Add-on 我们只要按这个Add-on 先下载回来 下载回来 这个Add-on的URL是这个 下载好了以后 你打开来看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Add-on里面有一个叫做Creator Studio 这个Creator Studio 你就按Open 我打开Open以后 就像这个样子已经打开了 它会把我们所要的这个Slide 全部变成一个动画 你就喜欢把它改成500px 比较清楚 然后按Go 它就会把它变成一个动画的档案 那最好是先Preview一下看一下预览一下 你觉得这个预览看起来还好 就把它下载 那我下载的时候 我会把它下载成它的档名叫做GIF 然后我是放在桌面 放好了以后呢 然后我是在这个 我的Drive上面去把这个档案上传 那就是我们刚刚存的 我是存在SideWord里面 把SideWord打开来 那我刚刚上传的是音乐的这个SideWord 这个 这样的话我们的SideWord就做好了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 我通常是会把这个 已经做好的 这个 这个 档案 放在最后一页 嗯 可以加在 可以加在你的 这个 上面 你的原来的档案上面 那它说加什么呢 就是这个 可以把原来的 原来这个 不需要的把它去掉 然后 这个就是 会动的 你可以把这一页 放在第一页 或是放在最后一页 这样的话我们的 这个 这一刻的 常见的字 我们就已经就做好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